大家好,歡迎收看開箱俱樂部 大家好,初次見面 我是主持人,我叫阿曬 開箱俱樂部 好,那今天呢,我們第一天來做 玩這個開箱 那我們到底要來看什麼呢? 就是呢,我昨天呢在 Costco買到了這個 這叫 焗烤海鮮義大利麵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料很多喔 我看一下裡面有蝦仁 花椰菜還有 這個,什麼Costco的海鮮 蛋海鮮味棒 它還有附一些這個 起司 好,打開來的話呢,就長這樣囉 好 那麼現在呢,我們馬上來 拌它 那 等一下,我準備一下工具 好的,我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呢,依據它上面的指示 我們就是先把 它這個 跟它這個,裡面有一個醬 你看到沒有,這裡面有一些醬 把它拌均勻 好 我覺得,雖然我覺得它很均勻 他說它裡面這個是,梅根醬 好 好了,拌均勻了 拌均勻之後呢,它有說 拌均勻之後呢,我們就先把它 拿進去 我們的烤箱 我們看看 他說用 160度 烤8到10分鐘 大家看一下拌好的樣子 160度烤8到10分鐘 拿出來之後呢,我們再來加它附陣的這個 起司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拿進去烤囉 安香氣樂部 哈囉,大家注意,你看 它現在已經烤了 10分鐘回來了 大家看一下目前的狀況 好,它其實有點難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依照它的步驟 來幫它加這個 它的這個 起司 好 拿出來 好,把它加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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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要均勻的加齁 那因為呢 我自己呢 是比較喜歡吃這個 起司 所以我自己也有準備一些起司 好 也是Costco 我們把它撒進去 看起來這位是一個非常起司的 看起來這位是一個非常起司的 好,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撒好了 接下來呢 我要把它送進烤箱裡面呢 再把它烤個 一樣是 6…不是 6到8分鐘 然後是180度 安香氣樂部 哈嘍大家 我们的这个 焗烤意大利面 烤好回来了 就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是超好吃的 有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武器 我马上把它拿过来 羊香菜叶 羊香菜叶可以增加它的风味 所以我们马上来帮它撒一点点 可是在台湾很难买到这种 新鲜的羊香菜叶所以我用的是干货 不过没关系 现在把镜头转下一点 让大家看着我吃好了 好 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吃了 先把它挖开 喔 起司好多喔 有没有看到 坎西耶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 太好吃了 那么呢 我先来帮它平分好了 这一碗面 我到底给它几分呢 好我们回想想看 满分是100分好了 我给它几分 90分 为什么90分呢 因为它这个 cheese给的真的是 不太够多 是后来我加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cheese 然后再来 它里面的这个 我发现它这个 套Q啊 有点少 套Q有点少 再来是青菜有点少 就是它可以调整它的贵量 这个好吃 好 谢谢大家今天呢 看完我们的影片 那如果喜欢 你呢 开箱俱乐部的话呢 欢迎 在 看旁边 旁边的这个画面呢 有教你们怎么 订阅 记得订阅我们喔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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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